抗藍成功 接手高環代理新竹市長第一天 邱成遠露出笑容 會兌現高市長在選前 對於市民的相關政見的一個承諾 包含他在任期內所推動相關的一個 已經略見成效的相關的一個政策 聽到敏感議題 邱成遠掉頭離開 而且一天晚上高環退出市政群組 不忘溫情喊話叮囑局處首長們 盡全力協助邱成遠推動市政 而各局處首長紛紛加油 邱成遠也表示會完成對市民承諾 至於民眾黨主席柯文哲也發文 說支持高鴻安上訴 會要求所有黨公職從此事記取教訓 我猜他心情很亂 我很亂 我到半夜才發蛋給他 我找了時間跟他好好談一談 民眾黨一片低氣壓 而支持者更崩潰 在網路上討論起訴高鴻安的檢察官 在起訴當天被選認為主任檢察官 質疑因為高鴻安升官 但馬上被律師打臉 指出主任檢察官是檢察官們彼此推薦選出 再由法務部長圈選 若業內風評不好出現 機率低 痛批惡意帶風向 高鴻安貪污官司產生後有罷免團體 蠢蠢欲動 對他來說 關關難過 三選和孟哲侯採用一隻小組 新竹 參謀道